福建的水果和茶叶正在积极地往精致化 高产值的方向发展 台湾茶农就发现 武夷山附近的水仙茶 茶香浓郁 极具市场潜力 于是前往大陆设立制茶厂 运用了台湾的制茶技术 让这种水仙茶的商机遍地开花 碧水青山中 一排排的蔬果温室特别显眼 这里是福建龙岩 是许多台湾员小事身手的第一站 你现在在看到台湾种的小番茄 普遍都是这个品种 不过在大陆这块土地上 种这个芋泥小番茄的人比较少 那它的特点就是比一般的小番茄 甜度更高 然后皮薄多汁 然后它的外观色泽也很漂亮 像子弹型的 芋泥小番茄皮薄之多果味相浓 经济价值比其他品种更高 但要面对的挑战也不少 这个品种它是比较娇贵的品种 所以说在生长的环境中 你需要一些人有的因素去控制它 好比说它现在它生长的基质 这叫做北欧泥碳土 全世界只有北欧才有 这个是从原始森林里面 几百年的风化累积 树皮 树根 树杂 这种几百年的风化累积 你再去把它挖出来食用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保湿然后透气 所以对我们种这个芋泥番茄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非常好的机制 台湾已经去农业注车 赖光益在台湾的果园大概三亩左右 2016年到了福建大开点接 去到那个地方 我第一次来接触这边农业 我发现这边的天空真的是太宽太广了 因为市场非常的大 好比说我目前我东西卖的地方 光福建一个厦门的市场 它可能就跟整个台湾的台北 台中 嘉义的整个这种大琵琶市场 是同等的这种销售量 感受到市场的广阔 赖光益决定西晋 在福建搭设20亩的温室 过程中先前的大陆 对台湾农民的优惠措施 也感受到地方的关心 好比说我今年没有回家过年 说实在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也很想回家 但是没有办法 疫情留在这边 那我想今年除夕 就是我们南洋镇的书记 陪着我围围 其实我自己 因为它这个举动 我说实在是非常窝心的 所以说政策上面 还包括这些领导的关怀 说实在的 我们讲这个整个台资企业 这边发展的这种环境氛围 是很温暖的 台湾与福建维度相经营气候相似 在农业上有许多类似的产物 包括茶叶经常交流 这水仙很有趣 它小的时候是粉红色的 好 长大才会绿色的 水仙茶是乌龙茶屑的其中一只 福建张平是重点产区 该问去茶达人 于是选在这里落脚 这个地区很有趣 我们到五一山 它有很多的品种 到了安西有很多品种 它这个整个茶区都是单一品种 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水仙 就是乌龙茶中的千金 我们希望千金可以换很多衣服 就是做各种各种不同的发酵 然后把它这个做得更好 更有特色 张平种植水仙已经有悠久的历史 茶农从很早就开始尝试 以污染的方式种植 然而无论是茶园的管理 还是茶叶制作技术 还是从台湾茶园的身上 学到很多经验 朱老师的茶园应该是很好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式 感觉也蛮好的 因为我们可能可以 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 它能在优化 制茶的技术 茶园的管理技术 还有新进的工艺 所以快希望跟朱老师 更深入的合作 把我们的油机茶做得更好一些 所如意的到来 为制茶带来的新气象 不少在地茶园摆它为师 事实上它是已经有很久的 这个制茶的基础了 目前就是说 会给它的指导 就是做一些新的发酵方式 透过经验交流 大陆的在地农产更加出色 台湾的农员也有更大的 会议三舞台 讯息不间断 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升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哦